大家記住,這是我們所傳統、所說的國際中心 我們所了解到,我們的國際工作 我們旁邊的保障、衛生所、整個單位都非常勞舊 我們也在旁邊,在搭造一個新的國際行政中心 從所有的辦公聽聲來做一個計劃 當時可以開啟到我們國際鄉本身的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工作人員 當時跟我們來國際公所所的工作人員、工廠、社所在 當時結合國際機構 創造一個新的商店街、新風馬、帶動地方的經濟 讓國際機構和新的政中心變成一個雙核心區的經濟發展 是行政中心 當時我們了解到,我們旁邊的三季有一個地域 透過我們經過的政水公園這個地方 人生到我們旁邊的地域 我們也在青水公裡面,可以來開發一個新的地域運動 讓我們鄉親泡湯泡澡的酒店來方便 公司來帶動到我們理事業者可以在外地也有生理他做 不只是做外地的同樣的生理而已 第三款的部分,所說的是河海生態生活區 就是我們說傳統的平台的地方 這個區域就是我們的經濟、貴姓、貴姓、貴姓、 成績這個地方 我們所了解到,我們這個地方有一個 我們的平台公路是我們國際鄉 非常重要的一個委員 但是我們看得到,我們那個地方都比看到很多公園 我們了解這個村裡,有我們的觀光飯店 有我們的國際傳統藝術中心 甚至我們自己在外地區有非常多的觀光工程 這個委員,如果他們有這個公園來公園,來公園就很不好 所以說,我們也有推動,公園說的話 讓整個委員該做,整個環境可以來提升 可以讓我們的經濟環境更好 另外,我們看到,我們最近在這兩國園 南部因為瞬間的報議,申請到營水的情形 這個部分,我們在我們議會做的 同樣的水貨在這裏,可能不夠表面 尤其是我們看到,平時風台大火的時候 我們瞭解到,我們國際鄉的平安水路也好 我們的國際白水也好 在風台大火的時候,都要變成水口 所以說,隨著我們的行政機關在黑油 已經有打造兩塊投資站 如果我們要結合一個自豐富 在風台大火之前來 之前,就簡單跟鄉民水調達的東西 水來的時候,配合到 這樣去投水站,共同來投水 就可以有好的地水風險 這樣的時候,我們兩天淹水的情形 公司